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今天要聊的这本书是另一位 有两位行销大师艾尔赖茨和杰克区特所写的 在我们上一本读的那本书行销管理里面 有介绍过市场领头的企业在建立领导地位的时候 他必须要研究跟努力的方向 比如说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等等 那我们现在在建立定位的策略的时候 作者有没有什么建议的事情呢 或者是已经成为龙头老大的企业 到底应该要注意什么事 我们请Erin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作者有提到说产品行销是有一定的脉络可循 但是他不希望大家一头就栽了进去 以为这个行销企划案是可行的 结果或许你会发现你后面的步骤都做对了 但是由于根本没有搞清楚自己的产品 只好宣布失败 那作者也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周围的环境里 有很多事情不论是我们如何卯足进来做 但是还是无法有进展 一个失败者很容易认为解决难题的答案 就是在于加倍努力 但是一个陷于必败局势的公司 纵使加倍的努力仍是无法有所掌握 所以掌握好时机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没有掌握时机 再多的努力也是突然 在消费者心里 从高地位的产品才是业界的龙头老大 对各行业的龙头老大来说 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今年或明年的业绩担心 只会担心长期的销售情况 例如五年后的情势会变得如何 十年后又会是如何 他们通常都知道要将自己的产品品牌 紧紧的钉牢在消费者心目中的阶梯上 作者有提到 一旦公司拥有老大的地位 就没有必要在广告上 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显而易见的一些事实 最好是能够致力于提升 该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倾向 作者举了一个IBM广告的例子 他说IBM广告里通常都是忽略了 要与其他品牌做竞争的这一些广告的内容 他们只专注在让消费者如何知道电脑价值的好处 而这里指的是所有电脑的好处 并不是IBM这整个公司的电脑产品 作者提到说 因为IBM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司 你不需要再强调你的产品是多好 你一直强调自己的产品多好 那消费者心理层面就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不太确定自己是龙头倒大 所以才需要一直用广告来增强自己的信心 也让消费者就是知道你是好的 所以这个是作者提到说 你既然已经是老大了 你就不需要一再重复显示说 你是老大这一个事实 大家都知道你是老大 那另外作者也有提到 龙头老大很常会过于乐切的沉浸在自己的广告中 作者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身为龙头老大一旦发掘新产品或是新发展的潜力的时候 就要能将自己的自尊搁在一旁 马上采纳此一新产品和新发展 其目的就是为了要以防万一 确保自己的产品不会遭受到打击 另外 作者还有提到采行多种品牌 来对抗其他竞争对手的某些手段 龙头老大有时候需要采用其他的品牌名称 作者提到说每一个品牌在消费者心中都有一定的地位 不论是时间的改变或是新产品的推出 都无法改变这个定位 多种品牌的策略其实它就是一个单一定位的策略 例如保检工资PMG 所生产的每一种产品都是有各自的品牌 例如像海伦先都师或是邦宝士 大家都会很清楚 邦宝士就是宝宝的尿布 海伦先都师就是洗髮精 大家会对这个品牌很清楚 而且这两个品牌也都是市场龙头的老大 还有作者也有提到说要采纳较广的品牌名称 或是一些品牌的魅力 大家有兴趣的就可以来翻书第65页和第67页 最后作者有提到说 取得龙头老大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定位的结束 而是定位的开始 龙头老大应该时常运用其所处领先地位的有利位置 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幅领先其他竞争对手 原来龙头老大做的事情这么多 不是一昧的投广告就好 是要加强形象 然后也不是说这样就不用再开发新产品 其实他必须要接纳新的产品新的创意 还有就是去加强他产品的魅力 那当然我们上一章节提到的 第一印象要有连贯性的部分 如果企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产品的时候 是可以透过多品牌的方式去做行销定位的 原来龙头老大该做的事情真的不少 那如果不是龙头老大 那该怎么去做行销呢 这我们下一章节再来讨论咯